奔驰女司机刹车导致后方车辆寡蹭 下车后指着对方的鼻子破口大骂 不料对方是个硬茬子 一拳将她门牙打掉 视频发生在南京青石街附近 当时路上的车辆特别多 路段相当拥挤 奔驰车疑似紧急刹车 导致后方车辆发生寡蹭 光头男找到奔驰车进行礼 可见气势汹汹 突然从车上下来一名女子 跟光头男吵了起来 两人看起来都十分的生气 这时女子抬起手指着 对方的鼻子一顿输出 光头男明显被激怒了 于是用手推了一下女子 女子当时就急眼了 跳起来想要扇对方几巴掌 奈何身高不够 扇了几次都没够到 这时光头男抡起拳头就开始反击 第一拳并没有打到 但第二拳狠狠打在了女子的面目 直接把人给打懵了 光头男转头想走 却被女子一把拉住 也许是觉得自己吃了亏 该女子又再次对着光头男一顿垂打 并捂着自己的嘴表情很痛苦 应该是门牙被打掉了 直到这时女子才意识到 自己不是光头男的对手 便拿起手机拨打了报警电话 光头男骂了几句后上车离开 女子则是靠在车上痛苦地哭泣 男友赶紧上来安慰 并对着女友的门牙拍了张照片留作证据 视频被传到网上后 立马引发热议 大家在谴责打人男子的嚣张行径时 也对被打女子的行为进行提醒 永远都不要挑衅男的 特别是在力量悬殊的时候 就更要学会示弱 光头男无论是身高还是体重都占优 这个时候就不要往上冲 看看你的男友都被人指着鼻子骂了 还被打了几拳都不敢还手 你是哪来的勇气 还有网友表示 光头男明显是被女子激怒的 因为在动手之前 男子指着女的鼻子 好像在说你再骂一句试试 所以说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 千万不要咄咄逼人 更不要觉得自己是个女的 对方就不敢打你怎么样 最后再来说说这个打人男子 看着嚣张气焰 平日里应该就是个不吃亏的主 仗着自己人高马大 旧天不怕地不怕 打人的时候真下死手 这一拳下去你是解气了 但对方两颗门牙被打飞 赔偿至少三十万请 还要承担刑事责任 真的是得不偿失 据知情人爆料 打人男子是名网约车司机 目前已经逃跑了 当地警方正在全力追捕 打人的时候有多嚣张 逃跑的时候就有多狼狈 所以说开车上路 大家都放平心态 切勿露怒 那么大家对这件事怎么看呢 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